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试验风速达每小时一百七十公里 前脚依旧能像奇迹般抓住木棍 随风飘扬 但您知道风速每小时一百七十公里的风 有多强吗 从实验影片可以看到 屋顶会被吹仙 木造墙面会被席卷撕裂 造成毁灭性灾难 但西哥竟能稳如泰山 安然挺过墙风 令科学家嘖嘖春旗 研究显示 暴风雨幸存的蜥蜴 绞肉垫比风灾前所蜥蜴 平均大数百分之六到百分之九 而且前肢更长后腿更短 但是他们也改变 蜥蜴受极端天灾所逼 短时间内演化 形成坚忍不拔的身体构造 也佐证了逝者生存 物尽天责的理论 三立新闻科您走报道